说得太片面,也不是片面,你就是这个,你说得对,但是这个用词不当,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东西是对的,但是对于初学者很容易出现问题,就初学者就直接他就松了,那就完了, 哎,这松腰坐胯,所以说呢,你松腰坐胯呢,而并不是这样的事,他要松开,什么叫松,这是紧,看见没有,这是松,他跟你有没有力气, 其实他不是让你没力气,我不能说关系,说他,懂吧,所以好多东西啊,其实我的建议是啊, 就是如果我们懂古文,如果我们就是懂方言,懂古代人的说话,的方式方法,那么对全部的理解会更深刻,如果我们不懂,那么对全部的理解,很大程度上要出现问题的,懂吧?